人的生存、生活总是人类社会的最大主题,求学、谋职、结婚生子和抚养教育又开始新的一个轮回。 从这一点上来说,大汉朝廷治理下的子民们,过的是和金人相似的苦乐人生。 一问之一,文景之志的黄金时代,生活在汉帝国社会底层的农民过着怎样的生活呢? 一问之二,商人阶层在汉帝国的初期虽然不能享有崇高的政治地位,却在经济上达到了鼎盛。 那么,这个阶层是如何在汉武帝时代急剧衰败的? 一问之三,汉帝国的兴盛赖于一个精干务实的官僚集体,那么汉朝是如何选拔社会精英为官的呢? 浓厚的德制色彩背后有着怎样的精密设计? 一问之四,有事问测贤良是汉帝国政治的特色,贤良大多来自民间,他们的言论反映了民间的疾苦,然而民间的发声往往是逆耳之言,天字与朝廷是否愿意认真的倾听呢? 一,大汉农民,社会底层之民生。 大多数人从事的是艰苦的体力劳动,虽然没有汉朝劳工的直接诉苦,却有一个古代埃及人的述说可以作为旁证。 我亲眼见过,在卢口干活的金属制造工,十个手指就像鳄鱼爪子,身上的臭味比鱼卵还难闻。 石匠的活是对付各种坚硬的石头,干完活是胳膊都累得抬不起来,晚上睡觉时还酸痛,只好整夜蜷缩着身子睡,太阳一出来又得干活。 他的膝盖和脊柱骨都快碎了,理发将从早到晚给人剃头休眠,除了吃饭,连做的功夫也没有。 他匆匆地从这家转到那家,兜懒活,就像蜜蜂吃自己酿的蜜那样。 他肋断了双臂只是为了填个肚子。 种田的一年四季只有一套衣服,嗓子粗哑得像老蛙叫。 十个手指从来不得闲,两条胳膊叫风吹得干瘦如柴。 他休息的地方,如果他真能休息的话,是烂泥地。 他不生病时和牲畜一起分享他的健康。 得病了,就在牲畜中几块地皮躺下。 潮措对汉朝农民的生活也有一段精彩的描述。 现在一户农民,老爸老妈老婆孩子加上自己五口之家, 一家能干活的不过老爸和自己两口人, 能耕种的田地也就一百亩左右,收成也就一百蛋左右。 春天忙着播种,夏天忙着耕耘,秋天忙着收割,冬天忙着储藏, 还要砍柴,扶官家指派的姚毅。 即使遇到刮风下雨,高温寒冷,也得出去干活, 哪里有时间休息。 再加上亲戚间总要走动走动,送个人情,吃口便饭, 开支都得算在里面。 这样的辛苦勤劳啊,一旦遇到水灾、旱灾以及官府的横征暴廉, 繁重的姚毅,奸商的押价,高利贷的盘剥, 就只好出卖田地房屋,甚至儿女来抵债了。 但是汉朝初年休养生息,农民的负担算是极轻的。 秦朝税收制度是太半,太就是太,太半就是一半还多。 汉高祖收多少?田赋改为15税一,什么意思? 农业税是6.67%,加上其他附加税收也不到20%。 汉文帝继续减税,农业税再减一半, 从15税一到30税一,也就是3.33%。 算负也由每人每年120钱,减至每人每年40钱。 做个简单的估算,譬如,以一旦30钱来折算,收成100单, 那么可以估算出一家农户的年收入约为3000钱。 30税一的填付100钱,四个成年人的人投税每人40钱总计160钱。 则这户人家的税后收入在2740钱左右。 这点钱,除了应付其他杂捐、摊派等等, 大体上可以维持一年之温饱,或许还有所结余。 倘若这家里出了个迟迟不结婚的圣女, 那就得加收人投税。 女子从15岁到30岁,每三年一级不结婚的, 人投税每一级加120钱。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女子到了30岁还不结婚, 她要缴纳的人投税是640钱,相当同龄男子的16倍。 这是在文景之志的黄金时代。 到了汉武帝时代,首先是算负, 由每人每年40钱加至每人每年120钱, 接着增加了儿童税,每人每年23钱。 更可怕的是增加摇替。 汉武帝不断打破常规,蒸发百姓服摇替。 《盐帖论》记录说, 古代没有超过一年的摇替, 现在我国的摇替距离比较近的也要数千里, 远的超过万里,时间很长。 老百姓做父母的思念儿子, 妻子思念丈夫,子女思念父亲, 可谓愤懑之恨发动于心, 慕斯之鸡痛于骨髓。 可见百姓对无休止的摇替是何等愤怒。 这样一来,汉朝百姓的生活质量可就大打折扣了。 这是农民,大汉社会的底层之人, 也是占大汉帝国最大多数的百姓。 二,一场告民运动打倒了大汉商人。 秦朝末年,当英雄豪杰们为争夺金银珠宝大打出手的时候, 陕西有个小官人士却一心收集粮食储藏起来。 等到楚汉大战,双方在行阳江池, 粮价飙升,一旦米卖到一万钱, 于是仁氏将囤积起来的粮食出售获利丰厚。 当初英雄豪杰们打破头抢来的金银珠宝几乎全部归于仁氏。 仁气我取,高抛低收物。 仁氏的致富法则也是天下商人的共同梦想。 汉朝的国策是重农轻商,但是利益所在,人们还是屈之若物。 实际,霍直列传有一句妙语,说, 富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赐绣文不如以士门。 可见商业气氛的浓厚,几乎就是一个市井社会的绝妙邪真。 七国之乱的时候,长安很多猎侯丰军参军没有盘缠, 到处寻人借贷,大家担心战争持续不停, 到时候借出去的钱收不回来,岂不是打了水漂? 于是拒绝,只有吴延氏以十倍的利息大放高利贷, 结果战乱很快平息,吴延氏的财富翻了好几个跟斗, 从此,富裂关中。 不过,商人富可敌国,政治地位却不怎么样。 朝廷至少在理论上对商人抱歧视态度, 譬如,不许商人穿丝绸衣服和乘车, 商人的后代不得,事换为利。 与三十税一的农业税相比, 商人最关心的财产税, 以一万千为起点,税率达到百分之二十。 最严峻的时刻在汉武帝时代到来, 因为和匈奴之间的战争耗费巨大, 朝廷加重了商人的赋税, 要求商人据实向政府承报自己的财产数字。 第二名即两千钱, 抽取一算即一百二十钱。 一般小手工业者则每四名抽取一算, 商人的马车一程抽取二算, 船五杖以上的也要抽取一算。 当时有个经营牧场而致富的商人补士, 这是个爱国的老师, 他看到国家缺钱, 主动要求把一半的家产捐给国家, 补充军费开支。 汉武帝大习, 当即示意有关部门发起了一场 向补士学习的募捐运动, 照拜补士为中郎, 赐绝左树掌, 赐田实情, 布告天下, 以示百姓。 皇帝的用意是让商人们仿照补士, 把黄金白银自愿地捐献出来。 但似乎商人们觉悟不高, 积极响应的人不多, 导致皇帝龙眼大怒, 于是一场空前的告明运动拉开序幕。 朝廷下令鼓励老百姓举报隐瞒家产, 偷税漏税的奸商, 一旦举报情况属实, 朝廷将会把该奸商50%的财产奖励给举报人。 照令一下, 人心骚动。 据汉书记载, 中等收入以上的商人大体上都被告发从而破产, 被没收的财产以亿为单位来计算。 自春秋以来逐渐繁荣起来, 经历秦末乱世后, 又在休养生息中恢复起来的民营经济遭受的几乎是毁灭性打击。 为了捞钱, 汉武帝还在工商业掀起一股国有化浪潮, 包括盐铁、酒鱼等行业的商业活动都被禁止, 朝廷在各地设立国营厂, 垄断了盐铁的收购和销售。 但是国营厂官僚习气严重, 制造出来的铁器炖得连草都搁不动, 老百姓不愿意买, 官府强行推销, 成为百姓之苦。 汉武帝这一番折腾让商人阶层元气大伤, 当时一度出现了商业萧条, 物价飞涨的局面。 更为严重的是汉武帝滥用国家权力, 强行查抄商人的财产, 给人以勤劳致富不如当官捞钱的印象。 一些商人更产生了既然财富朝不保夕, 不如吃喝玩乐把钱花光, 或者拿钱买个官做, 何必扩大生产, 称为盘中鱼肉。 三、出头之路, 先查局, 后考试。 古埃及人殷切地告诫他的儿子, 读书上进是何等重要? 学习写字要用心, 学会了什么重活都可以甩得远远的, 还能当名气很大的官。 书历是不用干体力活的, 却能指挥别人。 你不是有书历写字用的玩意儿吗? 就是那玩意儿, 能把你和华奖摇鲁的区分开来。 用心学习吧, 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学习相比, 在小学习一天得到的好处一辈子也享用不尽。 汉朝人的人生观是积极进取的, 一首岳府唱道。 青青园中魁, 朝露待日夕, 阳春不得则, 万物生光辉, 空黄华夜催, 百川东道海, 何时赴西归, 少壮不努力, 老大涂伤悲。 清朝那种提着鸟笼子抽大烟, 逛窑子的顽固习气, 对于汉朝人来说是闻所未闻, 难以想象的。 想要出头, 汉朝人有两条出路可以选择, 一条路就是从军, 或许能在沙场上建立军功, 谋个官职回来, 但这条路意味着九死一生。 另一条路就是所谓修德, 进学, 做一个德才兼备的人, 然后得到地方推荐, 参加帝国朝廷主持的考试, 最后由各级部门按需录用。 这一条路也不好走, 首先不是所有人都有参加官吏考选资格, 你得有人推荐, 谁来推荐? 地方官员, 所以你的命运还是掌握在官的手里。 至于选举的科目, 第一二科分别叫做校联, 是以德取人的科目, 汉朝很注重人的品德, 尤其是校道, 所谓求忠臣必出孝子之门, 你若能孝顺父母想来也能孝忠于国家, 这是汉朝式的逻辑。 汉文帝本人就是个孝子, 母亲伯太后卧病三年, 他常常目不交结, 衣不解带, 母亲所服的汤药他亲口尝过后, 才放心让母亲服用。 于是, 到汉武帝时代, 经董仲书鼓吹, 终于设下这两个科目, 分别取孝顺和清廉知识为官, 后来两科合称为孝廉。 东汉墨, 曹操就曾经被推举过孝廉, 刘备做玉州墓的短暂时间里面, 也推举了若干孝廉, 其中一个就是袁绍的公子, 袁潭。 第三科叫做秀才, 从现任官吏中选取政绩比较突出的。 第四科叫做照举贤良文学, 是一种特别的选拔方式, 不定时常在灾疫之后举行, 内容也不限常规, 目的是录取一些有一技之长的专业人士, 这只是初识, 朝廷也知道, 励志比较清正的时候, 地方官们为国求财多一点, 励志比较腐败的时候, 地方官们为己求财多一点, 所以推荐上来的孝廉秀才贤良文学, 究竟是驴是马, 还得拉出来溜溜才见分晓, 这就是测试, 我们今天通常称为公务员考试。 测试分两种, 地方上所推荐的孝廉们, 人数众多, 鱼龙混杂, 所以实行对策, 博士弟子也就是国立大学的高材生们属于精英, 参加设策及抽签考试, 考试内容也不一样, 对于儒生考察你的学问为主, 对于官吏则考察你的行政能力, 考试结束, 考官把优等的答卷成交给天子阅览, 这种程序后来都成了虚设, 但在汉初确实是实, 董仲书公孙宏等人的卷子就在汉武帝越南范围之内, 得到皇帝赏识, 这才唯一重任, 因此即便有建举的机会, 你也要有真才实学才能把握住机会, 公孙宏小时候给人养猪, 苦读到四十岁, 又研究春秋二十年, 终于在六十岁的时候得到博士的职位, 筐衡一边做工一边读书, 没钱买蜡烛, 凿穿墙壁借人家的灯光读书, 猪买成家贫, 每日砍柴, 置书树下而读, 父亲回家时, 就将书置于弹头边走边读, 他老婆受不了这份罪与他离婚, 后来买尘发迹, 他的前妻又来要求复婚, 买尘让人端了一盆清水, 泼在马前, 泼出去的水, 如果还能收回盆中, 我就和你复婚。 生活在底层的人, 能够通过一条相对透明的途径上升到顶层, 有这样的机会存在, 是一个国家, 一个社会生命力旺盛的标志。 这几个人, 都从社会最底层一直做到 汉朝的高层, 这并非个别现象, 因为汉朝这一套选官制度, 注重的是德, 才, 兼备, 而不是门第身份, 背景后台。 就当时而言, 算是很不错的, 问题在于, 德的取量太过空泛, 就拿孝莲来说, 后来几乎成了笑话。 汉末有一首民谣唱道, 举袖采不知书, 举孝莲复别居, 寒素清白浊如泥, 高地良才窃如鸡。 到了此时, 下层民众的出头之路, 也只剩, 揭竿而起一条路可走了。 四, 民之发声, 贤良的呐喊。 汉门第二年, 因为日时的缘故, 朝廷下了一道照, 内容是, 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见者, 以正正之不殆, 什么意思呢? 汉门帝说, 天有异乡, 这是正这个皇帝没做好, 所以请大臣举贤贤良方正能够直言不讳的人, 指出正的不足。 赵书下了之后, 果然有大胆的人上书, 指责皇帝的过失, 汉门帝也大体上给予褒奖采纳, 有事问测贤良, 从此成为汉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因为贤良大多来自民间, 他们的视线也能看到百姓的击骨, 他们的言论往往能够体现民众的想法, 所以天子必须仔细倾听, 也正因为贤良的呐喊代表着民间的发声, 他们的言论相当的尖锐, 对于天子和帝国政府有关部门来说, 往往又是逆耳之言, 甚至是叫骂之声, 但即便如此, 汉出的君主和朝廷, 还是能够耐下性子来听听这声音, 盐铁政策大辩论, 大汉朝的贤良发出了有史以来最高分贝的呐喊之声, 六十余名来自地方郡国的贤良文学来到长安, 参加盐铁政策大辩论, 所谓盐铁政策始于汉武帝时代, 主要内容是国家垄断盐铁酒等专利经营, 目的在于广开财源增加赋税收入, 支持反击匈奴的战争, 以丞相田千秋和御史大夫桑洪扬为代表的朝廷一方, 坚持盐铁政策的合理性, 其中桑洪扬主持帝国财政工作多年, 许多财政政策都出自他的手笔, 因此他维护现有政策的态度最为强硬, 整个会议上发言多达一百多次, 主要观点是国家垄断盐铁酒等专利经营并没有错, 帝国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 如果不搞这些官营事业, 增加政府的收入, 就要增加农民的赋税, 反而会加重农民的负担, 目前之所以民间有一些怨言, 完全是因为一些地方官不按国家规定的办法行事, 造成了一些流弊, 只要政府选良利除流弊, 盐铁政策是可以继续执行下去的, 但财政官僚的响应并未吓退来自民间的这些贤良文学们, 茂陵唐生, 鲁国万生, 汝南, 朱子伯, 中山刘子庸等贤良大胆抗盐, 提出盐铁官生产的农具粗糙不适用, 质量差, 价钱贵, 农民不愿买, 就用木头工具耕田, 用手去除草, 农田几乎荒芜, 官盐更是苦涩难吃, 还要强迫百姓以高价购买, 而之所以会有这种现象, 绝非个别官吏的盘剥, 官员本是行政司法人员, 现在又开店做起买卖, 自己制定交易规则和价格, 百姓完全没有拒绝的能力, 所以盐铁政策的实质, 是国家与民争利, 是朝廷利用手中的权力, 剥夺百姓的口中石身上衣, 贤良文学们的结论是, 实施盐铁政策的后果, 国家固然获利自肥, 却动摇了天下之根本, 农民宠苦, 女红再税, 毫利富商期或储物以待其籍, 倾古兼利收贱, 以去贵, 这样下去, 天下将有分崩离析的危险, 贤良文学的直言抗争令会场气氛颇为激烈, 御史大夫桑弘扬数次被贤良文学们质问的张口结舌无言可对, 而贤良文学们却意犹未尽, 在会议结束后将要回乡之前, 与丞相和御史大夫辞行的时候, 又与官员们发生激变, 贤良的呐喊在朝廷大员们听起来是如此刺耳, 却是民众真实的心声, 当时手握大权的大将军霍光不得不慎重考虑民生的分量, 虽然他没有接受贤良文学要求全部霸出盐铁, 军书等官营事业的建议, 但还是做出了一些让步, 如废除官营九雀和部分铁冠, 施为汉昭帝始源六年, 一代雄主汉武帝已经驾崩辞世了六个年头, 大汉帝国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